外婆住在香水村 作者方素贞和索尼亚·达诺夫斯基 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外婆一个人住在很远的香水村 小乐很久没有看到外婆了 这天早上 妈妈要带小乐去外婆家 小乐马上拿出她的小背包 高兴地说 好吧好吧 可以坐火车了 我要带挖土器给外婆看 到了外婆家 小乐跳起来按门铃 开门的是一个老婆婆 妈妈说 这是隔壁的周奶奶 快叫周奶奶好 小乐呆呆地看着她 可周奶奶说 快进来吧 你外婆不舒服 正躺在床上休息呢 小乐紧紧地抓着妈妈的裙子 进了外婆的房间 床上的外婆看起来 比照片上老多了 小乐一直躲在妈妈的后面 妈妈说 你不是要给外婆看挖土机吗 小乐却把挖土机抱得更紧了 周奶奶说 你们来得正好 我回家一趟 等一下再过来 周奶奶走了 妈妈的小乐说 我去做点心 你在这里陪外婆 好吗 小乐站在房间门口 抱着挖土机 远远地看着外婆 外婆一边渴 一边说 水 给我水 孩子 水 小乐立刻跑去叫妈妈 妈妈 妈妈 外婆要喝水 外婆要喝水 妈妈进来 倒了一杯温水给外婆 还帮她 拉一拉被子 一会儿 外婆翻了个身 小乐以为 她会摔下来 紧张地跑去叫妈妈 妈妈 妈妈外婆在乱动呢 妈妈进来 摸一摸外婆的额头 是外婆该吃药了 你来喂她好不好 小乐只好乖乖地走过去 把药丸一粒一粒地 塞进外婆的嘴巴里 妈妈出去给外婆洗衣服了 小乐坐在凳子上 还是不敢靠近外婆 一只黑猫悄悄地走进来 跳到外婆的床上 外婆向小乐招手 小乐 来 过来摸摸黑妞 她很乖的 不会咬你的 小乐慢慢地走过去 摸了一下黑猫 喵 黑妞叫了一声 小乐又摸了她一下 外婆也轻轻地 摸着小乐的头 外婆床边的桌子上 有一张放大的照片 外婆问小乐 你知道 那是谁吗 是叔叔和小姐姐 小乐回答 可外婆摇了摇头 笑了 那是你 外公 和你妈妈 很多年前拍的 你妈妈小时候很乖 有一次啊 她躲在浴室里 一直没有出来 我打开门一看呢 她正在刷马桶 小乐马上接着说 我也会刷马桶 外婆咧开干干的嘴唇 笑了 外婆轻轻地 把窗帘拉开 阳光照了进来 她用沙哑的声音说 小乐 外婆想去晒晒太阳 你扶我 好不好 妈妈正在院子里 晾衣服 外婆指着一大片 酸姜草 对小乐说 你妈妈小时候啊 最喜欢和外婆 比赛 拉酸姜草 那次输了 她就呜呜呜地哭 外婆采了两只酸姜草 把它们产在一起 她和小乐拉过来 拉过去 小乐每一次都能拉赢 笑得好开心呢 后来小乐让妈妈和外婆比赛 外婆又输了 小乐问 外婆 你每一次都输 为什么不哭呢 外婆只好假装 呜呜呜地哭了一下 但是外婆接着说 小乐来看外婆呀 外婆很高兴 不想哭了 妈妈看外婆心情很好 就把点心拿到了院子里 三个人在院子里喝下午茶 小乐咬了一口点心 开心地说 妈妈 外婆 我觉得好幸福呢 外婆坐了一会儿 又不舒服了 只好回到房间里躺下来 小乐学着妈妈的样子 帮外婆拉了一拉被子 小乐 学着妈妈的样子 帮外婆拉一拉被子 还把玩具都拿出来说 外婆 我的娃土鸡陪你睡好不好 外婆微笑着 闭上了眼睛 小乐走出房间 看见妈妈正在和周奶奶说话 妈妈的头越垂越低 还一直在擦眼泪 小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好坐下来看电视 月亮出来了 妈妈说 小乐 天很晚了 我们该回家了 小乐把玩具一件件地塞回背包里 大声地说 外婆再见 周奶奶再见 外婆把娃土鸡 还给了小乐 拉着她的手 乖 下次再来看外婆 好不好 周奶奶送他们到门口 妈妈拜托周奶奶多照顾外婆 接着他们就去赶最后一班火车 从那以后 小乐再也没有看见过外婆 妈妈告诉她 外婆已经离开香水村 搬到天上去了 天上是什么地方 也是香水村吧 你外婆一直喜欢住在香水村的 小乐想 天上的香水村一定更远 坐火车也到不了 所以妈妈经常对着天空发呆 不然 不然就是掉眼泪 小乐知道 那是因为 妈妈 在想她的妈妈 有一次 小乐拍拍妈妈的肩膀 说 妈妈 不要哭了 你的妈妈 去天上和她的妈妈喝下午茶啦 小乐一边拍着妈妈的肩膀 一边对着天空说 外婆 你那边有没有酸姜草啊 有没有人和你比赛啊 妈妈一听 忍不住搂着小乐 倒下了更多的眼泪 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小乐已经记不清 外婆离开多久了 但是每一次 小乐和妈妈散步的时候 看到金黄色的夕阳 她就微笑地说 妈妈妈妈你看 外婆在天上煎蛋啊 哎哟 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 小乐就笑眯眯地说 妈妈你看 外婆开灯了 她那边也是晚上啊 有一天 下了一场大雨 小乐不能出去玩 她烦恼地对着天空说 外婆 你不要在那里洗衣服了 水都滴下来了 这次妈妈妈没有哭 只是温柔地搂着小乐说 我想我的妈妈真的是搬到另外一个香水村了 她在那里一样做饭洗衣服和下午茶 对不对 嗯 对 小乐静静地听完妈妈的话 忽然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妈妈 你不要去和外婆喝下午茶 你和我在这里喝好不好 然后 妈妈妈 妈妈点点头 把小乐搂得更紧了 她轻轻地说 天上的香水村很远 不是坐火车 就可以到了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外婆住在香水村 如果听完这个故事 你也能给外婆奶奶 打个电话问候一声 那就更好了